即是你爸爸沒有擔心過你 有 他有問有沒有事 我說沒事 我不行了 港星豪宅遭小偷 跆拳道猛而追擠 香港老牌藝人夏宇 位於西貢的透天別墅 昨天凌晨又遭小偷 夏宇去溫哥華探望妻女 只有23歲的長子在家 平常主持節目的她 原來是跆拳道黑帶高手 但也聽到怪聲 赫然發現兩名男子闖入 馬上上前追打 可惜最後還是讓小偷逃跑 損失一支最新型的 三星手機和手錶 附近旅居表示 這疫區治安不好 幾乎每家都被偷過 我本週來17日就已經被人爆了 爆完之後 其實下雨那裡應該第三次 所有直視野第一次都沒有了 回到來沒有直視野 這間豪宅沒有監視器 也沒有警報和密碼索 難怪常被闖空門 上週二下雨睡午覺 聽到怪聲 出來發現家裡一團亂 損失數萬港幣 包括外幣和一些手錶 警方表示損失超過10萬港幣 怪不得下雨說 值錢的都被偷光了 還呼籲小偷手下留情 別再上門 下雨本名黃成 三年前與妻子花了268萬港幣 買下這棟700尺的別墅 兩人還費盡心思 將別墅取名為雨房